会需要一天去好几个不同地方 那比起大众运输 其实开车会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工作关系到处奔波 车子成了赵小姐的代步工具 如果是从内湖到台北车站 平常可能大概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但如果上下半时间可能就是双倍 上班也塞下班也塞 就算不是尖峰时段也还是塞 台北市的塞车问题令人头痛 比较热门的地方还是比较塞 比如说像我们 像我要去的那个市民大道这边 可能会还是偏塞 根据卫星定位系统公司数据 全球最塞城市第一名是伦敦 平均每年花156小时塞在路上 台湾也榜上有名 台北的驾驶平均一年花80小时塞在车阵中 全球第40名 台中78小时第51名 高雄73小时排第65名 现在可以看到平常路上的车也是非常多 不止上下半时间会塞 尤其是可能从比较市中心的外围到市中心的路 比如说举例市民大道或者是南京东路 中央东路这种路 如何解决令人厌世的塞车问题 以国外为例 纽约最快明年4月开始将开征全球最贵塞车费 驾驶若在通勤高峰时段进入曼哈顿60街以南的中央商业区 像时代广场百老汇剧院区最高要付23美元 也就是台币709元的通行费 以前就是要缓解交通拥挤 但是随着这个时间的演变呢 它已经到跟近零策略去连结 纽约呢 它的实施的规模很小 它并不是所有的车辆都收钱 校车巴士 这种车子它是不收钱的 调查指出 2022年纽约的驾驶 每年平均花载塞车的时间是117小时 因为塞车每位纽约人流失的生产力和多花的钱 总计达台币6万900元 全球收塞车费的城市 包括新加坡 伦敦 斯德哥尔摩 最后都成功使交通量减少一到三成 新加坡有的阵子它想要把它做得更极致一点 就是说你车子会装电子侧牌 所以你在城区开车的时候呢 它就知道说你在城区开了多少公里 它是可以按照你开车的距离来征收费用的 那除了塞车费之外 就像在高快速公路的时候 那他们会去做这个收费 过路费的部分 那过路费的部分 他们也会按照交通的拥挤程度 比如说像上班接风的时候 他们的费率呢 可能是一般时间段的十倍 七到十倍这么高 若台湾也要仿效他国 征收塞车费是否可行 我觉得大家应该不会接受 因为其实开车的成本已经非常的高 除了有钱维修之外 可能还有停车费的问题 可能现在大家都住在比较市中线的外围 因为市中线房价实在太高了 所以其实有一种不得不开车的困扰 民众对于要多付钱的政策还是有疑虑 曾任台北市交通局长 现任冯甲大学智慧运输于物流创新副主任 钟慧玉认为收费是管理的手段 但若收费太低 驾驶不痛不痒 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也失去诱因 差别费率这件事情要大到一个 让驾驶人会感觉到痛 那么他才会去改变嘛 不管是塞车费 或是高速高快速公路的这个通行费 或是你车子停下来的停车费 那其实最基本的就是开车一定要停车 所以刚性需求的部分其实是停车费 那我们国内其实我们是连停车收费这件事情 我们都没有做得很 应该算很淋漓尽致 开征塞车费 许多城市成功的关键 主要在于有完善配套措施 再来就是政府坚决实施 让民众看到效果转而支持 公共政策的实施不应该从决策者的政治思考去讨论 而应该从谁被影响到 或是说我想要谁做出改变 他要付出改变的代价是什么 是只有成本呢 还是整个工作形态 还是生活形态 塞车是看不见的时间小偷 得赶快找到最适合的政策 才不会一直让整个城市都是你的停车场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